今晚能和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世间最好的风水就是人品 下面我们就一同地来分享 看过这么一个故事 说的是有人请风水先生去自家墓地看风水 途中远远看到墓地方向鸟雀纷飞 惊慌失措 他猜是有顽童在树上摘果子 他到了那里 吓得孩子从树上掉下来 就让风水先生回去了 不料风水先生告诉他 你家这风水不用看了 就你们这样的人家 干什么都会顺顺当当 那人不解 风水先生一语道破 你不知道吗 世间最好的风水是人品 大家都知晓风水养人 却不知人也养风水 孔子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 再坏的风水都抵挡不住 有德者的光辉 命远也许冥运之中自有定数 但风水却可以靠自己改变 生而为人 不管是春风得意 还是道旋之威都要谨记 任何时候 人品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资本 最强的靠山 人这辈子什么最值钱呢 钱财会有花光的一天 身价会有暴跌的时候 我有好的人品永远不会衰败 有一个小伙找了一份销售管位的工作 在这之前他曾是原公司的销售冠军 面对客户各种刁难的问题 他都能回答得滴水不漏 后来有面试官问他 你觉得在你的销售生涯里 最能说明你销售能力的 是哪一件事呢 小伙想了想回答 我在上架公司时 成功向月薪两三千的宝洁阿姨 推荐了一个价值五千元的 保育员培训 小伙子自认为回答完美 没想到过了一周 还是没有收到录用通知 致电给面试官 面试官职员 我不怀疑你的能力 但是不看好你的人品 小伙子销售能力的确很强 但他没有考虑到 月薪只有两三千的宝洁阿姨 如何承担得起 后期又会给公司 带来多少的维护问题呢 就像哥德说的 无论你出身高贵或者低贱 都无关红指 但你必须有做人之道 凡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这是人之本能 但心里装着别人 为他着想的人 才是真正的厚道和心宽 人挺好的人光明磊落 真诚可靠 纵使平平无奇 也会出人头地 即便落入低谷 也有人伸出援手 相反 那些为了樱头小利 而迷失品格的人 最终只会落得 有难众人躲 求助无人硬的下场 这世上精明能干的人很多 但只有人品 才是社交的通行证 这一生 我们也许为一只巨富 更往名垂轻视 但拥有好的人品 就已经拿到了 最硬的底牌 一个人穷时骨气不能丢 富时良心不能无 如此才能坦然行走于世 一生至老 问心无愧 左转有云 太上有利德 其次有利公 其次有利严 穿着久远 此之位不朽 所谓利德 也就是说 做人要有好的人品 世上千难万难 识人最难 但只要人品好 一切才会好 提起于敏洪 很多人称她为留学教父 教师首富 但很少有人知道 她创立新东方背后的那些事 新东方成立之初 挤去大批优秀的人才 为了诱惑同学们回国 于敏洪在国外 每天挥金如土 目的就是想让他们知道 回国也能赚钱 后来同学们回来了 但理由却十分意外 我们回来 是冲着你为我们 扫了四年的地 打了四年水 我们知道 你有饭吃 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 原来在北大读书时 她所在的宿舍 从来就没排过 卫生值日表 于敏洪每天 为宿舍打扫卫生 为同学打水 学校放映电影时 她一个人扛着 全宿舍的凳子 去占位置 风雨无阻 做了四年 我们常说 欣赏一个人 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忠于人品 究竟什么是好人品呢 大概就是做人表里如一 不两面三刀 做事坦坦荡荡 不玩弄手段 待人真心实意 不虚伪奸诈 世人都不傻 你掏出真心给人看 必有朋友 共患难 你拿出虚伪对人言 必有小人来捣乱 这个世上不缺有钱人 也不乏有地位的人 但很少 有有心的人 心地宽厚 人品正 这才是做人的根本 有才能固然令人羡慕 但单有才能 没有人品 人将残缺不全 成功的人之所以 路越走越宽 是因为他们 靠谱踏实 做起事来 有人相信 有道是 有德而富贵者 成富贵之事 以利物 无德而富贵者 成富贵之事 以残身 做人有品德 做事有保证 立业有品格 这才是成功的 必经之路 著名诗人海涅 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 生命不可能 从谎言中 开出灿烂的鲜花 一个人品好的人 宁愿自己委屈 也不伤害别人的利益 这样的人 谁都愿意与之交心 相反 那些吃不得亏 受不得气的人 人们往往 褪比三摄 敬而远之 很多人喜欢看 郭德纲奖项上 无外乎是能从那些 插颗打混的斗趣中 解读当下生活的真相 有段相声里提到的 三种人不能交 一是出去打车 抢后座的不能交 因为一般做前座的 付钱方便 二是去澡堂子 洗澡脱衣服快 穿衣服慢的不能交 因为大多是先出来的结账 三是饭店 吃饭快 结账了就上洗手间的不能交 因为等他出来 账早结完了 细想之下 话糟里不糟 这三种人确实挺机灵 但人品就一言难尽了 看到自己利益受损 就相方设法躲避 甭管这个人多优秀 也不会有人愿意 与之来往 所以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人品怎么样 不妨看看和他有利益冲突时 他的反应如何 正所谓以利相交 利尽则散 以事相交 事去则清 一个人可以没钱没事 但不能没品没德 因为人品一旦塌陷 人生的大半好运 就不复存在了 好的人品 是血液里流淌的正直和善良 是骨子里暗藏的尊严和骨气 古人云厚德载物 意思是人有好德性 就没有驾驭不了的事物 相反 人无德 便很难成就大事 历史上 刘备从最初的 既无兵将 又无利锥之地 到最后的三国鼎立 平分天下 平的就是他的人品 很多人认为 刘备的江山是枯来的 其实不然 刘备除了坚韧不拔 职人善用的品格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讲仁义 对兄弟讲义气 对陈行下礼 对百姓仁厚 得道者多住 失道者寡住 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人活一世 说到底 拼的就是人品 人品好的人 待人真诚坦荡 遇事有人帮 摔倒有人服 本着一颗良心 做人做事 任何时候 都能站稳脚跟 所以 人这辈子呀 没什么 都别没良心 丢什么 都别丢人品 不论此刻的 你正经历着什么 永远都不要忘记 端正做人 一心向善 只有先把人做好 才能把事做好 此生 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愿你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 上不亏天地 下不亏良心 不负岁月 不负自己 人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